這次匡列對象是上看五千人 三大類的匡列隔離對象 我們來看到 包括了出院病患和同住者 再來就是一月六號 到一月十九號的陪病者 和陪病者的同住家人 再來就是案八八九 就醫時的接觸者 而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也特別在今天松口表示 疫情隨時都在變化 所以原定二月四號的觀察期 恐怕還會在延後 聽到沒有新增確診 雖然可以稍稍鬆口氣 但桃園醫院持續回溯相關接觸者 大家的心情還是七上八下 陳時中也再次提醒居家隔離對象 民眾如果是一月六號至一月十九號 從桃醫出院的病患 或是病患同住者 或是陪病者以及陪病的同住者 以及案八八九就醫的相關接觸者 以上三類都要進行十四天居家隔離 不得外出 期滿進行採檢 如果是陰性 還要再進行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您曾經在一月六號過後 到桃園醫院的門診 或急診就醫或工作 請從隔日開始進行十四天的 自主健康管理 外出期間也請全程佩戴 醫療口罩 至於春節到來回國人數增加 居家檢疫人數也跟著增加 陳時中這樣預估 為了防疫好 桃園民眾很贊同擴大匡列 至於春節到來 是否會有進一步防疫管制 指揮中心則說 會再進一步研議 華爾新聞 蔡庭園李宏傑 吳全元 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蔡庭園 蔡庭園